盘点江夜前四十高手排名 第八名 李漫漫 实力破五镜级别 父子首途 书院大先生 李漫漫的修行天赋有多惊艳 长安城南有间书院 书院后山有位大师兄 用那位以骄傲自负文明于世的二师兄的话来说 大师兄之所以是大师兄 自然是因为他在书院排在第一 李漫漫是小师叔柯浩然之后的书院第一 这里的第一是指每一项第一 除了打架和福到 其他的无论是琴棋书画还是阵法 亦或者是一棋弄琴绘画绣花 还是烹饪 他都排在第一 书院后山的师弟师妹大多都是他带的 虽然在世间的名气 不如骄傲的二先生君墨和盗门天才陈皮皮 但是从来没有人敢轻视这位书院大师兄 因为书院大师兄是唯一有资格 跟随夫子游历天下的人 李漫漫是一个书上打扮 身着一件旧傲 手里时常拿着一卷书 腰间呢系这个水瓢 鞋上总是布满灰尘 因为常年跟随夫子在诸国游历 所以很少有人能够亲眼看到他 而且从来没有人与他真正的交过手 虽然名字叫做漫漫 但学东西却是最快 李漫漫十三岁开悟 三十岁不惑 接下来只用了三个月便入了洞悬 入洞悬当天傍晚 观目云入之命 一夜月最精妙二景 就连夫子也忍不住赞叹 招闻道而西入道 无之不及也 然后三天破武境 达无俱境 成为年轻一辈中 第一个月武境的修行者 李漫漫虽然看上去 每天都是风尘仆仆 但却给人一种 干净若赤子的感觉 无论是谁看到他 都会下意识的 想要去与他亲近 仿佛他说什么做什么 都理所应当被相信 李漫漫第一次见到桑桑时 就察觉出他有问题 因此常常让夫子远离桑桑 不让夫子涉足有关桑桑的事情中来 后来浩天觉醒后 说他的直觉 已经超出人类范畴 江夜中的李漫漫 是如何学会打架的 众所周知 大师兄李漫漫 是书院中的第一 这里的第一是 除了打架和辅导之外的 每一项 后来在打架这块 李漫漫也成为书院第一 那他都有哪些战绩呢 宁缺一行人 走出魔宗山门后 夏侯为了抢夺天书 拦截宁缺 关键时刻李漫漫出现 没有任何出手 就让夏侯退走 而后到门天下行走 叶苏向他赐出人生最强的一剑 结果直接被李漫漫 以无惧无视 让叶苏生出和他差距很大的感觉 瓦山烂科寺一战 李漫漫以102根肋骨为代价 用身躯配合君墨 强行撞开佛宗大阵 并无惧至剑圣柳白身前一尺之前 当柳白问他 是不是要试试时 李漫漫表示 可以一试 然后逼其强行收剑 越伦国白塔寺一战 李漫漫为救宁缺 单挑玄空寺蒋经首座 结果自己的无惧神通 遭到首座 延出法随的克制 而后顿武绝技 子曰 举世伐唐打响后 李漫漫知道 自己必须要学会打架 此时 唐君在外 正巧遇到佛宗七梅大师 七梅认为 李漫漫虽然破了武镜 却不会打架 认为他在杀死自己之前 自己能够杀死 唐君率营里面所有人 此时 七梅离唐君率营 只有17步的距离 七梅向前走了9步 岳伦国不分贵贱 死了9人 倒数第8步 岳伦国主帅死 倒数第7步 玄空寺 戒律堂 继任首座死 七梅这要卖倒数第6步时 岳伦国皇帝死 七梅没想到 自己只向前走了11步的空隙 李漫漫就学会了打架 李漫漫说 打架就是用坚硬的事物 去打击敌人脆弱的地方 虚尽全力 不可心怀人死 吓得七梅再也不敢落脚 因为学会打架的李漫漫 可以瞬间杀死无数人 不过好在冠主及时出现 李漫漫又无惧 瞬间消失 他这次的目标是七梅大师 冠主几乎在同时 也是无方而动 他的目标则是李漫漫 结果李漫漫用水瓢 把七梅打得重伤不起 而他的肩头也挂了踩 冠主很意外 你虽境界不如我 但在无惧的道路上 竟然走得比我更平稳 不久两人同时消失 人间的第一次无惧之战 正是拉开 李漫漫每一次出现 肩头的伤便会重一份 直到他从南海的沙滩上 拾起那根 夫子留下来的木棍 江夜中的李漫漫 究竟与冠主打过多少回 胜负都是如何 李漫漫与冠主的第一次交手 是人间第一次无惧之战 李漫漫凭借夫子 登天前留下的木棍 与冠主以无惧神通 大战了七天 两人从南海打到青霞 再从青霞打到支手冠 期间李漫漫用一根琴弦 拜神殿联军骑兵 用木棍秒杀天狱神座 七天后 身心疲惫的李漫漫 再也无法阻止冠主的步伐 冠主正式进入长安城 面对李漫漫 于莲和黄阳大师的联手 冠主谈笑间 抢卤妃烟灭灭 但冠主承认 如果李漫漫和于莲拼命死战 仍有机会换掉自己 宁缺悟出人间之力 预斩冠主时 冠主架彩虹想要逃跑 是李漫漫以无惧神通 抓住冠主 并与于莲配合 将其拉下彩虹 桃山光明季后 宁缺与桑桑 入棋盘世界寻佛 李漫漫联手军末 大战九徒和蒋经首作 最后以无惧神通 搬走玄空寺 崖平黎树和佛祖棋盘 被九徒称作是 原来书院都是一群疯子 曾一棒打得 知命巅峰境界的龙庆 差点深陨 书院灭西陵之战前 冠主境界恢复到清静之上 李漫漫与冠主 九徒各自展开无惧神通 满世界寻找浩天 在冠主举完天气山 要击杀宁缺和浩天时 风尘仆仆的李漫漫 在此出现 而后与冠主展开 人生第二次大战 李漫漫表示 即便你有六卷天书在手 我一样可以阻拦你七天 冠主也承认 此时的李漫漫是天下敌二 柯浩然的浩然剑 柳白的大合剑 君墨的相敬如兵役 甚至是只手冠的绝学 天下西神指 李漫漫都可以信守拈来 后来冠主以永生为条件 让九徒背叛浩天 李漫漫在与冠主的交手中 遭到九徒的突袭 带着重伤之躯 又勉强跟冠主打了两天 最后修为尽费 成了一名普通人 浩天世界破碎后 李漫漫与三师姐 成老黄牛游历 出寒谷官前 留下道德经 成为第一个证明 新生世界是球形的人 宁缺曾告诉李漫漫 如果将来碰到一个叫阿蛮的人 一定要收他为徒 因为他一定能学会无惧 李漫漫虽然是后期明确的天下第二 但主要还是依仗无惧赖皮属性 在攻击与身体强度上 猜测不如屠夫 而且如果李漫漫与屠夫战的话 李漫漫大概率无法对屠夫 造成有效伤害 但同时屠夫想要伤害李漫漫 也是千难万难 李漫漫屠夫 九徒和蒋经手作 综合实力差不多 九徒输在身体太脆 赢在速度上 蒋经手作是防御第一 但是没有任何速度 屠夫是身体强度和攻击力都很强 速度略慢 李漫漫则是速度优势明显